大家好,我是大雄 先来看看俄军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后续 5月8日,俄军发射导弹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七个州的基础设施 公寓、民用设施等目标 袭击造成乌克兰三座DT-EK火力发电厂设施,损坏严重 13栋居民住宅被摧毁,没有人员死亡报告,三人受伤 俄罗斯发射55枚导弹和21架无人机,共76个目标 乌军拦截39枚导弹,20架无人机,整体拦截率77%,乌克兰可能已经获得防空导弹的援助 防空能力正在增加,泽连斯基紧急发表讲话 表示要用行动阻止俄罗斯继续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 让一切永不再发生 5月8日,乌军袭击卢克兰斯克州的油库 导致油库、油罐、电线和天然气管道损坏毁坏 给俄军造成不小的损失 5月9日凌晨,俄罗斯勘察家彼得巴夫洛夫斯克海上贸易港发生大火 过火面积超过5000平米 5月9日凌晨,至少6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阿纳帕市附近尤罗夫卡村的一个油库 乌克兰人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别尔格罗德 导致发生爆炸并起火,俄方损失不明 俄罗斯、别尔格罗德、沃罗涅日 以及大部分州在5月9日处于戒备 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发动袭击 相信乌克兰不会错过这个重要的日子 来看看战场最新的消息 俄军从奥切雷坛向新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推进 同时向阿尔汉格尔斯克攻击 但均进展缓慢 俄军在索尔维围附近的新巴木夫卡附近取得进展 并向顿涅茨克以南推进 乌军在没有防线的地方直接撤退了 等俄军攻击上来直接炮击 这给俄军造成不小的损失 乌军47旅在索尔维围附近 用巴拉德利不战车的陶式反坦克导弹 在1.8公里外直接击穿了俄军的T-80坦克 乌军不局限于阵地 弹药问题正得到缓解 正给俄军造成巨大损失 巴木特地区 俄军继续在恰奇夫亚尔以东展开攻击 但没有进展 乌军向伊万尼夫斯克推进 加上一些桥梁被炸毁 俄军无法继续推进 一些俄军士兵在恰奇夫亚尔被乌军背负 乌军的火炮和无人机力量得到加强 俄军每天平均损失45件装备和近千人 夺取0.7平方公里的区域 而整个顿内磁克剩余的1.07万平方公里 按照这个速度 俄军夺取整个顿内磁克需要数十年 损失过百万俄军士兵才可以做到 除克里米亚 俄军至今未能完全占领赫尔松顿内磁克 卢干斯克 对俄军来说 战略目标早已经失败了 扎布洛地区 尽管俄军声称占领罗伯泰尼一半 但却遭到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无情反杀 从乌军拍摄视频看 这里成为俄军的杀戮场 乌尔扎音放下 乌军反击之后 俄军毫无收获 马林卡 新海利波卡地区 赫尔松地区 库培扬斯克 克里米纳 莱曼地区 俄军的攻击被击退了 乌军在部分地区还进行反击 取得微小的进展 过去24小时 俄军在7条战线发起121次攻击 仅在阿富迪布卡就发生了35次战斗 战斗激烈 但俄军进展并不大 5月8日 时隔5个月后 乌克兰再次摧毁俄罗斯203毫米自行火炮 这是俄军罕见的损失 最近一次损失记录 是在2023年12月 乌克兰已经摧毁至少24辆203毫米自行火炮 乌军发射HIMARS导弹和制导航空的大弹 摧毁俄军综合设施 两个防空系统 一个步兵基地和一个多管火箭炮 俄军损失正在继续增加 5月9日 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 俄军人员损失创新高 达到1300人火炮装甲车坦克 加油车损失继续走高 进攻代价极大 俄军乌龟坦克在升级 中看不中用 逃不过反坦克导弹打击 5月8日 众议院议员马乔里泰勒 格林因议长约翰逊通过 援武法案强行提出一项动议 要求罢免约翰逊 结果被众议院以359票反对 43票赞成 否决了 5月8日 欧盟国家将首次讨论 限制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贸易的制裁提案 制裁的重点是 限制俄罗斯从液化天然气供应中获得的利润 预计制裁方案还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氦气 制裁必须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批准 在最终批准之前 提案可能会发生变化 5月8日 欧盟大使原则上同意 就俄罗斯在欧盟冻结资产 向乌克兰转移利润达成协议 这意味着每年有30几欧元 可以用来援助乌克兰 英国将向乌克兰能源支持基金 捐款2300万欧元 悬加利拒绝支持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 1000亿欧元资金的计划 称该计划是一项疯狂的任务 该计划将在7月 本月峰会上有具体的细节出炉 泽连斯基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 同话 讨论加快F-16战机交付的事宜 各方预计 首架F-16战机将于6月抵达乌克兰 5月8日 荷兰国防部长卡伊萨奥隆格伦表示 战争局势仍可能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 奥隆格伦强调如果盟国增加产量 特别是弹药 无人机和其他在乌克兰非常广泛使用的新技术 乌克兰将会成功 局势将会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 奥隆格伦还表示 西方的援助对于扭转战争局势至关重要 坚信乌克兰会成功 但前提是必须积极的支持乌克兰 5月8日 乌克兰国有军工企业总经理斯美塔宁表示 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已经赶上了俄罗斯了 斯美塔宁强调由于缺乏资金而受到阻碍 目前欧盟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部分的资金 让乌克兰更快生产装备 5月8日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罗瓦表示 如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俄罗斯将认为他们是合法目标 扎罗瓦强调 如果法国人出现在冲突地区 他们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俄罗斯武装部队的目标 在我看来 巴黎已经有这方面的证据了 扎罗瓦还表示 马克龙本人希望为俄罗斯制造某种战略不确定性 这是很典型的 马克龙目前并没有派出外籍军团 是一种模糊战略 而不是真正的实施 俄罗斯不仅威胁法国 此前还召见英国驻俄罗斯大使 对英国允许乌克兰用其武器 袭击俄本土作出警告 英国作出决定 将驱逐俄罗斯国防武官 取消部分财产的外交地位 并限制俄罗斯外交签证的期限 以回应俄罗斯警告 在这点上 英国比法国硬气 马克龙的多面态度确实让各方都不讨好 5月8日 俄美报道称 身在非洲的苏勒维金将军将返回俄罗斯 5月10日之后 他预计将参加一些正式活动 苏勒维金可能会被委以重任 此前俄国防部副部长 伊万诺夫因为贪腐被捕 俄国防部可能进行改组 各方预计苏勒维金可能会领导 哈尔科夫等地的战斗 但目前俄军要进攻哈尔科夫 还是很有难度的 相比法国波兰的模糊战略 5月8日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表示 以获得议会授权 可以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进行训练 尽管立陶宛的国力不够强 但提供军事援助 公开表示 要派遣士兵已经比法国波兰更快 意义更加不同 代表北约成员国的更进一步 立陶宛的最新表态 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不得不再次强调 北约没有在乌克兰境内 部署军队的计划 现阶段重要的是乌克兰 应该获得足够的军事援助 越来越多的国家讨论向乌派兵的问题 意味着欧洲真正意识到如何更快的帮助乌克兰 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很多事情变化的比预想要快 806天之后 乌克兰没有被击败 俄罗斯的目标仍未达成 很多事情开始变化 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 乌克兰将继续坚持战斗 直至胜利 期待乌克兰下归 投降的人怕是要失望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宇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一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上码 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宜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